魏姆斯 一个小的欧洲步后仰 漂亮 魏姆斯 依然是保持着勾效 这个进攻控球是个大问题 魏姆斯追身三分 他是真厉害 魏姆斯的这个效率是真高 挺香 引渡角 转换直接有三分 张队进攻打顺风顺水 被篮筐给盖了 要底角无前再来三分 魏姆斯 比较正捧 好处 滚房 但是啊 雕鼓退得太靠后了 太容易被突过去了 基地传球意图太明显 反击 漂亮的拉球过人 不厉害 今天就是魏姆斯和这个 无前这两个点 完全摁不住 波马库摘下这个篮板 转换三分 调整一下 哇 跑步那个out就是出去那个out love runs out 魏姆斯 这时候是有人站出来啊 需要得分的 果然啊 还是得魏姆斯 魏姆斯急停 连续两季中投啊 还是帮仇人银行稳住局面 看前一步 抛头命中 看见好里球没打进 好球 近距离的投射 哎呀 真是有经验 三人夹击 没有给犯规 漂亮 哎 这个球没有犯规吗 反击 二打一 魏姆斯 这下直接扣了 起来这下太高了 确实是 今天啊 四川队估计这比赛是给浙江内线完全凿穿了 但是你凿穿的同时呢 自己的外线也被对方打成筛子 自己来 急停 好球 五前 魏姆斯漂亮 完全甩开了防守 能看出来这帮年轻球员的场上还挺努力的 但是我们浙江队毕竟是 球胜的欲望更强烈 这样 魏姆斯应该这个四十加的三双人达成了 同时得分上四十 周英航在客场取得了一场大胜 这也是他们计划之内的一场胜利